要不要想一下他有几间房 他的家人有几间房 有没有超过两间 现在一般民众认为超过两间的囤房 艺人鸡排妹郑嘉纯被媒体人朱凯翔 质疑有炒房疑虑 不避战 直求反问 原来他2021年申报财产所得只有24万元 却能买6000万元的豪宅 一转手就赚了超过百万元 郑嘉纯2020年买的6000万豪宅 就位在大安区一整层三户 67坪还有两个车位 11月底燕屋相隔一个月 就在房屋交易网站上刊登出售 换算转手价每户月赚近500万元 鸡排妹表示买物是和亲友合资 但能够投资市中心精华区房产 鸡排妹的经济实力还是很不一般 现在我要来教大家如何做出美味的鸡排 鸡排妹曾经透露靠写真集 广告费 商业等最高峰时期 月收入可以达到新台币50万元 2020年他还自创情趣品牌 一个半月业绩就破3000万元 但对于存钱投资没概念 还是经纪人教他先计算出 每个月的生活费 剩下的钱要存入另外一个户头 并尝试小额投资 他才开始累积财富 固定那个账户甚至没有提款的印章 也没有提款卡 那他就必须强迫自己做存款 家庭的方式的话 我相信可以动用的资金剩下来 大概可能只剩下30%左右 个人的一个理财的方式的话 我当然会建议你甚至超过五成以上面的资金 在不影响生活的前提下 储蓄与谨慎投资的理财方式 大多数人都适用 有了鸡排妹当目标 小资族也可以努力一把试一试 新新闻曹生蔡成佑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盛敬美 敬好新闻